想問該依 為什麼我練完腿後 心意都大增 幾次女友都差點上昇在我的無情棍法下 帶你的女友一起去練腿 以後回家誰生誰死還很難說 哈囉大家好我是該依 距離上一次 Q&A 已經是半年以前的事情了 所以今天來帶給大家全新的 Q&A 2.0 該依模仿妖獸上那段好像難不成有經驗 我自己本身是還沒有因為重訓的動作 而拉上我自己的下背部 那那段演出完全是還原當時某位鑰匙硬舉 拉上下背的片段 當然他後來花了兩到三週的時間復原 目前沒有大愛情 大家不用擔心 腰帶花錢買得到 簽名罩和回憶花錢買得到 太感動了 終於有人講出我想表達的意義了 啊另外我這邊有一批 好便宜的簽名罩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這支電話給我 你和館長哪個厲害 Tom Cruise跟Bruno Mars哪個厲害 那這種問題要把專項講出來 我會比較好回答你 那如果你是指三項的表現的話 館長比較厲害 想問一下該依幾歲了 我今年年底滿28歲 該依寶貝你的影片都是自己有後製的嗎 我的影片都是自己後製剪接做效果的 該依笑起來讓我想到奧奧脈以前 有機會想看該依Course 該依滿滿孩子氣啊 志氣用對地方叫做孩子氣 用錯地方會被叫幼稚 就某方面來說 我是真的還滿孩子氣的 工商巨獸又是你 我看不下去了 很明顯就在工商真實效果如何看看就好 關於工商業配這件事情 我希望能讓我的訂閱者多了解一些我對工商業配這件事情的態度 首先當一個頻道經營的有起色 這個時候廠商就會看見你 並且來跟你談業務配合 或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籌碼 你去跟廠商談業務配合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業配 那我們這些頻道創作者基本上都是得靠業配 來養活自己跟自己經營的頻道 那我自己的影片一支 從前置企劃到拍攝當天 到剪接後製做效果 上字幕縮圖製作等等 平均一直要花三到四個工作天 那業配對我們這些頻道創作者來說 就是一個不得不存在很重要的收益來源 但是業配的品項是我自己能夠決定的 我可以決定要不要接下這個業配 那這個業配的項目對我的訂閱者是不是真的有所幫助 所以將來該的頻道還是會有業配影片的出現 但我可以向大家保證 我會盡量把影片拍的實用有趣 並且只推我自己覺得好的 或是旋律度高的項目 這種頻道沒破百萬訂閱沒道理啊 這個可遇不可求啊 健身跟生活類型比起來畢竟還算是個少數 但是我相信慢慢的接觸重訓的人會越來越多 那我也會更努力的把重訓的喜悅傳達給大家 該一可以跟你PK籃球嗎 可以啊 第三國中 該一你穿這麼巨句背心在健身房 然後常有不同健身房教練身材也不信任 但是跟該一說動作器材使用問題 可以他們可以幫忙上課 這對巨句該一手臂視而無感你會怎麼做 你知道嗎 我還真的遇過兩次 第一次是我去參觀健身房 那待我參觀的業務看到我站在Cable前面看了一下 於是他就跟我說 這次Cable之後會有教練教你使用 第二次是我經過某間加勒服樓上的健身房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穿著肌肉背心 結果門口發傳單的一位男士就拿著傳單走過來 欸先生你好 然後我就跟他揮揮手說不用謝謝 然後他就不放棄的走過來想繼續跟我攀談 喔所以先生平常有運動的習慣嗎 唉 我不禁懷疑起自己是不是練得其實不怎樣 好 回到問題 對背無視說要幫我上課我會怎麼做 我會笑笑的跟他說 我這裡有一批好便宜的簽罩 有需要的話 打這支電話給我 可以幫我問郭郭他的頭會長痘痘 和需要拿戳刀去角局嗎 會長痘痘 不需要用錯痘 長什麼痘痘啊 就是長痘痘 欸 他不算是長痘痘 他會長一些 那種痘痘啊 長得像花椰菜的東西咧 靠妹 長什麼花椰菜啊 該有機會可以來試試看極限體能王的關卡 其實講真的我非常有興趣 那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跟菜鑰匙一起去體驗看看 不會居然在操場跳那舞 感覺說不出哪裡的怪 大概是當中混著一名40歲的光頭大叔吧 假的難看 玩什麼摔角 白痴 想看二王VS館長 好假 怎麼看都是安排好的 摔角都假的 真的厲害早就去報名成績辦的格鬥賽了 現代職業摔角是一種在擂台上 以競技方式進行的表演藝術 而比賽的真實感也因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而有所不同 像是日本 珈瑞哥 美國 職業摔角的風格都有很大的差異 而台灣的職業摔角就目前來說 受到日本文化影響深遠 所以風格也會比較偏向日方 職業摔角雖然以表演娛樂為主 挺好喔 但是危險性非常的高 所有場上的職業摔角選手 都是經過非常專業嚴格的訓練 當然還是不時會發生事故意外 甚至生命危險 這也令這項運動具有極高的觀賞刺激性 我希望民眾是帶著欣賞的眼光 來觀賞職業摔角帶給你的視覺震撼 當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你會說這部電影好假 假的難看 怎麼看都是安排好的 之類的話嘛 不會嘛 因為你是用一個欣賞的角度去看 頂多看完覺得不好看 不好看的因素有很多 可能是劇情不流暢 攝影構圖有問題 燈光不好 演員演技不到位 剪接節奏不好 配樂美術環節出了問題等等 你可以客觀或主觀的去分析 哪個環節出現的問題 讓你覺得這部電影不是那麼好看 而不是一句 假的 或是酸言酸語硬要把摔角跟格鬥擺在一起 而且你有可能還是一個連職業摔角跟綜合格鬥 這兩個專項全民都講不出來的人 綜合格鬥又稱無限制格鬥又稱MMA混合武術 它是結合了打擊技與摔技與地板技的比賽 打擊技包含了散打搏擊 跆拳空手道 跆拳道等等 投機包含了柔術 合計道 琴拉術 摔角等等 寢技則是柔術 巴西柔術 德國柔術 商博之類的 職業摔角跟綜合格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專項 規則也完全不同 然後一定要把職業摔角跟綜合格鬥打在一起 把紀錄片跟劇情片來比誰的燈光效果好 拿健力選手來跟健美選手比身材 跳水選手跟游泳選手比誰優的快 在對一件事情去做批評以前 是不是先想看看 自己對這個領域了解認識多少 再來理性的去評論 蓋伊格格是什麼書座 我是摩羯座 哥哥是雙魚座 你要問誰 為什麼要穿到訪國外品牌的衣服 為什麼蓋伊都不穿台灣第一健身潮牌Tiger 你穿Tiger比較帥 蓋伊可以別再穿仿帽品牌嗎 讓頻道質感下降 很多人對於我還穿著Tiger這間品牌服飾 抱持著疑問 無論是私訊我 或是直接在YouTube 臉書 IG底下留言酸我 蓋伊這個頻道進到現在 訂閱數將近12萬人 那Tiger的創辦人 套在我訂閱數還是8000的時候 就找上我 我經營建人蓋這個頻道 在第三個月的時候 第一間找上我的廠商 就是Tiger 我還記得當時有多麼的感動 被一間在健身界 還算小有名氣的廠商 肯定我的頻道找上我 並且看好我想要跟我合作 於是這份肯定 跟當時的訂閱者 就成為了我持續經營頻道的動力 那今天這個曾經幫助過我的廠商 他出事了 跌倒了 然後我就事不關己 趕快劃清界線 避免被網友欣言欣語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做法 事件發生後 他也私訊我 他跟我說 非常抱歉 因為他的事情連累到我們 如果對於我們的名譽受到影響 他非常理解 我們在這個時候 推出團隊 與Tiger做切割 那當時我回他 對於事件我感到非常的遺憾 我也沒有辦法出來 為你說些什麼 唯一能給你們的支持 就是繼續穿著Tiger 我知道經營品牌 這一路以來 非常的不容易 也非常的辛苦 事件發生後 想必打擊是無法想像的巨大 沉澱好自己 更加沉穩的繼續前進 有時候隨著立場的不同 我們的發言 以及行為模式 也會有所不同 我只能說 透過吸收各方的聲音 以及自我的反思 你才會得出一個自我行裝的真理 但是這個真理是屬於你個人的 你可以拿出來討論 但是不要硬是想要灌輸到別人的身上 或許你能夠以一個 旁人的角度 或是大眾的價值觀 來理性的探討這件事情 但這其中還牽扯到 人與人之間的情誼 所扮演的角色 跟立場等等 我希望不論是健身圈 或是生活周遭的朋友 跌倒了 能夠再次站起來 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並且更加沉穩的前進 健身圈需要彼此的共勉 並且進步 並不單單只是支持事件 那我在這邊要跟大家 以及那些留言者說聲抱歉 今天這一集帶了比較多 個人的觀點在裡面 講了很多一直放在我心裡面的話 總之謝謝你看完今天的影片 也謝謝你讓我跟你聊了這麼多 那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劍恩該 我們下次見 掰掰